各位喜歡烏花果的好朋友 大家好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這個兩噴烏花果 這個是我們現在高牙已經成功的 高牙成功的 現在來跟大家分享我們這個連續高牙法 連續高牙法 我們大家來看 我們這個它的長根的情形 長根的情形 我們從地獄竹開始打開來看 烏花果繁殖 高牙繁殖可以說是成功率最高的一種方法 可以說是成功率最高的一種方法 我們現在打開第一株 你看根部長得很漂亮很漂亮 第二株 第二顆 這個枝條很細喔 然後我們雪草用一點點就可以了 雪草用一點點就可以了 你看第二株一樣是很漂亮 然後第三株 我們來看連續高牙法 它的成果 成功率相當相當的高 所以來跟各位喜歡種植烏花果的朋友 它比烏花果它繁殖方法有很多種 其實有很多種 我個人覺得這個連續高牙法 是最簡單 然後最容易成果的 你看 每一株都非常非常的 根部都長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根部 從第一株開始 從最頭部 根部都可以長得那麼漂亮 你看 那根都長得那麼漂亮 連續高牙法 像這一株呢 雖然它枝條不大 我們可以看 從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六顆 這枝條很細喔 枝條很細 並不一定說 如果要越粗的就是越好 越容易繁殖 即使 只要用對方法 只要用對方法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很好 只要用對方法 我們再來看我們這第二盆 第二盆的成果 這個更小 這個土糰 這個我們的那個水草 我們用的更少 我們看一下 這根部都長得相當相當的漂亮 然後第二株 一樣 根部長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第三株 一樣長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邊 很漂亮 然後我們第四株 我們大家再看一下 我們頭部 最頭部的地方 根部 從這邊拍 這根部一樣長得很漂亮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種了 把它剪下來種了 好 好 一 這樣 很漂亮很漂亮 一 二 三 四 相當的漂亮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株了 分 一株 兩株 三株 四株 這樣就是單獨的一盆 這無法給我這樣繁殖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根部長得那麼旺 那麼漂亮 這樣種植 一定是 就是 它存活力是最高的 存活力最高 然後我們的戒指 我們盡可能 就是選擇 一定要透水性好一點的 透水性好一點的 我上一支影片有示範過的 我現在再示範一次 這個我剛剛拌好的泥土 拌好的泥土 很多人在種植的時候 很容易脫水 烏瓦果就是 那根部很容易受傷 在高壓下來的時候 千萬種植的時候千萬不要壓 泥土直接把它附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直接澆水 讓水去融合它的根部 跟泥土融合 讓水 大家可以看得到 水必須很快速的 從上面一直到底部 一直馬上就可以到底部 這樣是最容易澆透整盆 整盆的泥土 整盆的 它的濕度是從上到下 是最容易攪透的 而且絕對不會去傷害到它的根 它的根剛高壓下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非常的嫩 非常的脆弱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做相當相當的保護 在種植的時候千萬不要按壓 泥土盡可能 就是用 鬆一點的泥土 就是透水性好一點的 再來示範一盆 我們再來剪第二株 第二株的存活六顆 我們從這裡好了 剪下來 一二三四五六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看一下特寫 這根部都很漂亮 每一株根部都很漂亮 連續高壓法 像這株呢 大土耳其 這株就是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高壓的 現在已經長得那麼漂亮 大土耳其 無法過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 一個月存活 像葉子長得那麼漂亮以後 就可以施肥了 就可以施肥了 還是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用的材料很重要 一定要透水性好 像我們澆水 田子一定不能擠水 我們澆下去以後 一定要馬上 這泥土好不好 拌了也沒有均勻 我們一看就知道了 透水性表現 一定不會泡到根 一定不會泡到根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移植以後 大致上要等一個月左右 要等一個月左右 我們才會再吃水 原則上 剛移植好的 我們葉子 我們都把它剪開來 都把它剪掉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這邊的特寫 這個是我們前 上個禮拜 我們剛移植的 上個禮拜 我們剛移植的 像葉子 我們都剪得非常的空 這一片都是 這一片都是 剛移植好的 在葉子上 在重啟長過 讓葉子上 在重啟長過 會長得更好 剛移植好的 適合在樹影底下 在這邊還有很多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裡 這邊都是剛移植好的 像這個剛移植兩個禮拜左右 葉子都已經長出來了 這邊的 這邊這幾盆都 這個剛移植兩個禮拜 左右 各種品種都有 我們一頂農場有七八個品種 裡面有七八個品種 很穩定一點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我們希望說 在種植無法果 因為最近在FB網路還蠻熱的 蠻熱肉的 希望說每個人都可以種植的成功 但是一定要用對方法 用對方法 不要滑太多的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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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牙蕃子呢 可以說是 在無法果裡面成功率最高的 成功率最高的 希望說 我們這支影片 我們做出來以後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希望說 大家 都可以再種植無法果 無法果是一種非常好的水果 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種植的非常的愉快 而且用正確的方法 對的方法 以上呢 跟大家一起共同來分享 也非常的歡迎 各位喜歡物語的朋友 到我們藝頂農場 大家一起來 互相來切磋 互相來歇習 有比較好的經驗 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 感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 安事如意 謝謝